那么接下来就是TVBS采访团队带您来看波兰当地的难民现况 难民来到了波兰 那么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身份证明了 有了证明才可以领取物资获得安全的庇护 那么现在就带你来聚焦在波兰国家体育场现场 每天又都有大批的排队人龙 我们的采访记者刘婷婷洪富华前进波兰当地 有第一手的掌握交给婷婷 好了 所有各位观众TVBS采访团队在的位置就是华沙的国家体育场 可以看到我后方真的有非常多的乌克兰难民一早就来这里排队 希望的是可以申请当地的PASO number 也就是波兰的身份证字号 没有了这个身份证字号才可以继续享有像是教育医疗福利 而且每个月才能够领3000块台币的津贴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难民一早就来这里排队 不过这个人潮真的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一连好几天你都不一定能够确定 你自己能不能够在今天申请得到 所以有很多人告诉我们 他们来到这里等待已经至少三天了 所以他们一早六点就来这边等待 但是等了七个小时 恐怕都还没办法轮到他们进去 因为这个登记的过程真的非常的久 一个人就要花上40分钟 所以可以看到虽然华沙的政府是开放了体育场 来让这些人来申请 但是这个数量真的是相当的惊人 也导致在外头的人等上一两天三四天也都是常见的事情 另外可以看到已经超过200多名的乌克兰难民涌入到了波兰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对于波兰相关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甚远 尤其在华沙的部分已经有超过30万的难民涌入这座城市 也导致它的市长也向外来激呼 真的希望不只是波兰的这座政府 甚至像北约或是欧盟这些国家都应该要伸出援手 联合国都应该赶紧关注这件事情 要知道这个人数其实已经超越华沙的人口20% 这个无疑对它市政府相关的影响 以及华沙这个城市 不管是经济或是社会影响都是非常的庞大 要如何的接纳这些难民 有些难民现在虽然都是居住在这些收容所 但是时间一久一两个月之后 到底要去那里工作 要去那里上学 这些都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主播 那么很多人也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的行程 这个礼拜要去两个地方 要前往欧洲参加北约峰会的 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会议 讨论如何制裁俄罗斯 同一时间呢 在25号这天也排定了 要去波兰跟盟友会商 如何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道 继续交给婷婷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将在3月25号这一天访问波兰 而在他的前一天3月24号呢 也会前往布鲁塞尔出席 北约G7以及欧盟理事会议 所以可以看到呢 拜登当然亲自访问欧洲 也要借此来向乌克兰传递美方的支持 不过呢 白宫方面也证实了 拜登是不会进入到乌克兰的 这个当然呢 也让泽伦斯基的希望落空了 但是可以看到美方呢 或许是想要谨守这战略模糊的防线 而且同一时间呢 毕竟呢 波兰是北约的成员国 除了要顾及到拜登自己的自身安全之外呢 当然现在美方相关的援助还有救援 他还是比较希望局限于在这个北约的框架之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拜登的部分呢 他其实现在确定在3月25号 他就会反问波兰 也会跟波兰总统杜达进行会晤 所以现在波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的准备这件事情 那预计呢 其实拜登以及他的这个西欧的这些国家呢 要讨论议题 除了要如何的制定更多的方案 来阻止普京进一步来入侵乌克兰 或者是说呢 他们要讨论一个重点是 有没有透过更多的制裁方案来阻止俄罗斯 但是可以看到 其实从开战到现在呢 他们相关的制裁方案 已经至少推出了四样的这些利用 像金融机构的这些部分呢 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但是可以看到到现在还是没有用的 因为俄罗斯呢 还是持续对乌克兰进行攻击 而且呢力度也是加大 相关的武器呢 也更是一个比一个还要狠 但是可以看到呢 目前恐怕在欧洲国家方面 尤其欧盟呢 要开始真正思考 还有讨论 就是对于俄罗斯的石油 以及天然气 有没有可能进入下一个制裁 或者是呢 不要再进口这些俄罗斯的 相关的天然气 还有石油 因为可以看到像之前呢 像美国呢 他就已经喊出了 可是大家知道说 其实美国并没有仰赖俄罗斯的这些能源 那反而呢 最大的能源仰赖的地方呢 是在欧盟 那这个部分恐怕欧盟各国之间 都有非常大的分歧 因为像是像以法国为例 他们觉得说没有关系 他们觉得来加大制裁 就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像有些国家保加利亚 他自己国家境内的这些石油的部分呢 他就60%就完全的仰赖俄罗斯 所以可以看到呢 因为以保加利亚为例 他完全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制裁 所以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才能够让欧盟整个团结一致的炮口对外 这也是他们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重点 主播 好 所以刚刚婷婷是从这个能源的供给面 来看制裁力道 欧盟是大于欧美国家的 那么再来看到 现在为了防止俄罗斯攻打北约成员国波兰 所以美国跟英国做了一件事情 现在宣布要军援波兰以及乌克兰 那么提供的武器 包括了天刀飞弹防御系统 还有弹簧刀五人机 这两项武器的威力交给婷婷 看到俄罗斯入行乌克兰北约的成员国 自然也要加强他们的防线 这东侧防线当然也就是乌克兰 以及波兰边境 所以当然也就是波兰这个东侧防线 这要加紧提升相关的防御能力 那像之前美国已经提早来 加派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给波兰 部署在这相关的他们的机场里面 但是可以看到现在连英国也加入这相关的援助 所以可以看到英国的防卫大臣也喊出将会提供英国最新的天刀系统给波兰 而且这个系统也会由英国的这些军人来负责 所以他们也会加派一百贵的英国的驻军 来到波兰来维持这些系统的运作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北约他们也在动起来 而且喊出天刀系统也就是最新的中程飞弹防空系统 是可以拦截像关速一样移动的网球型的目标 所以这个利害的系统当然也就是要加强波兰的这个防卫 因为可以看到现在北约的国家会非常担心 俄罗斯如果真的除了要攻击乌克兰之外 如果再持续的向西移动的话 那波兰就是这个北约的防线 所以他们当然要加派来助手 也是提高这相关的防御能力 那除了这个天刀系统之外 可以看到像稍早之前 泽文斯基也当然开出了这个武器的希望的清单 那当中的这个wish list就包括了 美方的弹簧刀的无人机 那美国也答应要给予乌克兰这个最新的无人机 而且它是携带型 而且非常的小相当的轻 而且它所携带的弹头只要撞击就会爆炸 这当然也是乌克兰现在非常需要的军事装备 另外除了这个弹簧刀无人机之外呢 另外一个还有美方也会说在给予800套的防空系统 自然也是要提升乌克兰的战力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